代替者掌聲歡迎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離頭衛清點中心 在我們提案開始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接見你的右手 好 那待會我會數一二三 請大家跟著我一起數 預備 請 一 二 三 離頭衛提案開始囉 好 希望 這是我在和孩子工作的時候 常常會有的姿態 那我們今天的提案需要大家 以孩子的姿態去看待我們今天 所想要講的內容 好 談到家庭不知道大家會想到什麼 如果我們把家庭形容成一個 在世界海面上航行的小船 那教會好像就是一個港口 隨時讓我們停靠和休息的地方 當我初為人母的時候 對我有兩個小孩 我很期待可以跟我的孩子分享我的信仰生活 想要讓他們活在充滿阻礙的生命裡面 但是 身為新手爸媽的狂犯 然後 不受風的孩子 然後 還有可能 旁人的野光 不關心 都成為 我質疑自己的一個推力 讓我慢慢遠離那個港口 所以我們這個企劃 希望在這個港口建立一座燈塔 藉由裡面的力量 照亮我們所有遺失的小船 回到港口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一個影片 幫我播放下這部影片嗎 在播放這部影片的時候 希望大家開始回想一下 第一次與天主相遇的時候的感動 你是不是跟孩子一樣 變好 變好了 好吧 好吧 爸爸 我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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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愛你 吃 吃 吃 I love you I love you 好 沉入影片裡面所看到的 我們希望大家把心底這種遇見天主的感動 當成禮物送給我們的孩子 送給我們的家庭 好 下一張PPT 所以信仰在生命中邁進角色 大家可以把這問題留在心裡面 我們在後面找到一個答案 我們的第二家庭提案計劃呢 主要是跟隨著我們教宗 近期期初的我們2021 開始我們的愛的十日家庭年 以及今年即將迎來了 第十屆我們的世界家庭大會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力量 讓每個家庭回到家裡 那這個家就是我們的教會 為什麼前新人現在不太敢結婚 為什麼少子化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其實都跟家庭關係的建立很有關係 我們希望透過計畫的內容的目標去強化建立 連結家庭跟所有社會系統的連結 所以我們在裡面提供的項目會有課程 會有音樂會 會有音樂會還有教具 教材的那個豐富的內容 好 為什麼現在家庭的需求好像不太一樣了 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過去大家可能有聽過麵粉教有這個話題 好 我們的麵粉教 在家庭裡面其實他們需要的是心靈的歸屬 以及信仰的力量 這個部分網上提升之後 其實家庭運喻出來的生命是具有補償的種子跟能力的 所以我們從新去從計畫中去看我們的系統生態圖的時候 會發現 教會給孩子多元的指數學課程 給家庭溫泉本館 週末裡我們提供了交換很多的情形圖團體 然後各式各樣的活動 但我們欠缺了一個整合的能力 我們有沒有一個活動是可以讓這些系統連結在一起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家庭的信仰生命 其實是需要整個教區的力量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介紹我們為什麼做這個系統 原來是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做了什麼不一定會被人替得 但是我們想要傳達的信念和感動 這可以深屠在人之責 我們期望最不出的內容 是氣質不動跟教養課 會做這樣子的目標 看似跟信仰沒有關係 看似跟信仰沒有關係 但他卻沒讓氣質之間有強大的連結基礎 在那樣的基礎下我們提出了四個 果然… 那四個吧 這四個…